的训练方法 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军训练先进单位 海军是一个知识秘籍 技术秘籍的军种 1949年海军成立之初 多数舰艇长还达不到小学文化水平 从50年代开始 以培养水面舰艇和潜艇部队指挥员为主的 海军水面舰艇学院 潜艇学院等院校相继成立 海军的基层指挥官 绝大多数毕业于这些院校 各级指挥官 如果要晋升为高一级的指挥官 还必须再一次进入院校或集训队进行培训 从而不断地更新知识 提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 熟练掌握本级业务中各种现代化的装备系统 东海舰队某支队 还有19名干部 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等重点院校的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